219 中國新聞社 《京川劇將聯米亮相互聯網加拓展戲曲新思》為 2015年7月27日生活頻道中新網7月27日-7月26日 由《京川劇合演聖典組委會》主辦的《京川劇合演聖典新聞發布會》 在北京舉行 據主辦方介紹 《京劇、村劇同屬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 繼1952年第一屆全國戲曲觀摩演出後 時隔63年 此次經川劇攜手同臺將是中國戲曲藝術的一次創舉 戲曲創新融合實現藝術價值最大化 《京川劇合演聖典藝術總監王漢忠》表示 《村劇與國隋經劇聯米顯演,想發大膽、創新 這既是戲曲工作者多年的期盼》 也是京劇大師梅蘭芳先生生前宿怨 中國戲曲學院國際文化交流系教研室主任胡那則認為 《京劇與村劇的結合是人與神相鬥、情與舞交融、 既與藝術相兼,顯得更加灰雲貴旗,魅力無窮,此次經川劇合演 是在內容上實現了藝術價值的最大化》 《村商力量拓展戲曲互聯網思維組委會相關負責人表示 從互聯網思維到移動互聯網家,無論從文藝創作的小環境 還是社會發展的大環境,無論是從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播 還是戲曲文化向年輕人宣傳發展,通過新媒體普及和宣傳戲曲 發揮互聯網在戲曲傳承中的作用與突顯出重要和必要性 據悉,此次經川劇合演在運營模式上的一大特點便是充分發揮了村商的作用 將村商力量凝聚到一起,採用DW形式創辦了北京村村文化DW公視 推廣四川特色文化藝術,從資本運作角度看 演出眾籌近年來開始展現,在音樂會、音樂劇、畫劇等藝術形式中有所使用 但在戲曲演出中環線有所見,而且此次不僅僅是簡單的C.E.B.的一次性 而是已經穿劇合演白蛇轉為代表聚集力量,持續長期地為中國傳統文化 在當代的傳播和受警案作出努力,此外,穿穿文化DW公視在此次活動運營充分體現了互聯網家的特點 一改傳統演出的線下推廣模式,劇目演出的營銷推廣票目主要在體放材料移動中端 將精準營銷和數據分析用於戲曲拓展此乃活動之創舉 近年來,以戲曲為代表的傳統表演藝術遭遇到的關聯M.機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信息不對稱 而依賴現代社交媒體的移動互聯網技術將大大提升信息傳播的速度和受彈落福探別 A. 真正實現藝術受警案 A. 的有效性 實現文化與科技 金融的融合 讓喜歡經穿劇、喜歡白蛇轉 或是對此有好奇並願意了解的觀要稅 B. 需要的信息 可以真正有機會走進劇場 中新網生活頻道 電訓 感谢观看